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张照片有很多的观众觉得没有看过瘾 而且很想知道跟富士原厂的自动对焦镜头50mm f2的画质差别有多少 毕竟富士这颗镜头的售价几乎是星耀50mm f1.4的4倍 如果画质差别不大的话性价比岂不是非常高吗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星耀这颗镜头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自动对焦 在按下快门前要用手转对焦环很仔细的对焦才可以 尤其是这颗镜头又是f1.4的大光圈 景深很浅 一不注意就会对不上 发到B站上放大照片来看就会被喷甚虚 不过呢还好富士相机都有对手动镜头提供很好的支持 通过按后波轮呢就可以立刻放大 而且也可以开启峰值对焦辅助 加上富士的屏幕很好 锐度很高 获得准确的对焦结果呢还是非常轻松的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呢 手动对焦的速度肯定是完全没有自动对焦快 在开始对焦到按下快门呢 等待的时间很长 很有可能你的模特不能长时间的保持静止 甚至表情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差 容易错过精彩的瞬间 不过呢只要对准焦的话放大看画质 星耀的素质呢跟富士原厂的镜头是不相上下的 而且由于是F1.4的光圈呢 你所能获得的背景虚化效果也要比F2的原厂镜头更好 只要原厂四分之一的价格呢 你不仅可以获得相似的解析力 还有更大的光圈 性价比很高吧 富士的相机用手动对焦还是感觉可以的 这还是一个F1.4的背景虚化 可以 对对对 对对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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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你想一想啊 你这样 扶着柱子伸出来呢 对 看看啊 对 其实市面上的国产手动镜头很多 比如说七工匠的55毫米F1.4 我之前还专门出过节目讲过 这颗镜头可以说是画质差到可以了 但是不做对比的话 仍然有小伙伴不知道到底有多差 给像素更高的XT30换上以后 理论上如果镜头素质一样的话 应该能够拍出来解析力更好的画面 但是放大照片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七工匠这颗55毫米F1.4 不光是解析力很差 对比度很低 而且焦外也很乱 不过重点是 七工匠跟星耀的镜头在市面上的售价 是几乎相同的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这个小园关门 这个小园关门 还有要说一点是 这样的手动镜头 不光是没有自动对焦 肯定也是没有更先进的光学防抖系统 所以如果跟搭载CMOS防抖的XHE一起使用的话 在光线比较暗 快门比较低的场景拍摄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更稳定的画面 七工匠这颗头实在是太差了 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后面我还是给XT30换回了原厂镜头 由于国产镜头的镀膜技术比较一般 在光比比较大的场景拍摄时 就容易出现边缘色差 这也是比较主要的弱点 不过当你想要使用高速快门 锁定备射目标的动作时 F1.4的大光圈就要比F2更占优势 更大的进光量可以让ISO更低 放在画面可以看得出 人物面部的噪点水平更低 写息力更好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是不是没有想到又这么快就结束了 因为本来结论就很简单嘛 如果在镜头素质差不多的情况下 很显然更便宜的性价比会更高 不过使用手动镜头对你个人的对焦技术要求更高 如果只是平时这样随便拍拍的话 有充足的时间调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假如碰上像拍摄奔跑的小朋友 或者是商业活动拍摄 根本没有时间慢慢手动对焦 很显然自动对焦镜头更合适 如果你需要比较好的自动对焦性能的话 使用富士的系统呢 就必须多花四倍的价格购买原厂的镜头 好 好 但是我相信我大部分的观众都是比较穷的 但是平时拍摄却有很多的时间 购买星耀这颗镜头显然更划算 剩下的钱甚至可以让你多购入两三个镜头 使平时拍摄拥有更多的视野选择 而且本身星耀镜头的做工搭配复视相机 看起来也很漂亮 手动对焦的感觉也很复古 说不定妹子就会因为你紧盯屏幕认真对焦的样子而爱上你呢 阿布相机手册只做实拍 布下BB 拜拜 你在想屁吃 这种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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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有点 这有点 给大家推焦 不行我我用不惯这个相机 这可以用可以用就是 我有索尼 我有122P 你想啊 我不知道是对上还是没对上 就很护 不是 看到没 很护 所以你要准备把它删掉吗 对 帮我的法定文修一修 把我的眼袋修一修 哎呀 我把你脸直接修没掉 因为没有光了 所以我现在脸上就是勾克碰子 对 没有摩托 没事 把你摩托给修了 有光就不会这样子啊 你就失省了 把你摩托二维 哈哈哈 我就想起来 那个 跟男朋友在一块说 你先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光给调整一下 角度最好啊 这时候你再来看吧 本来开始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一致 嗯 对呀 你脚都很安靠 对呀 这几天怎么没有带子光带光 我其实带了 又有猫咪 嗯 对呀 我看起来有一个鸟